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次的分享中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三章学习彼得第二篇信息的第一个部分 彼得对当时的群众说 这在美门口瘫痪了四十多年的病人 们医治得痊愈的神迹 是父神拥要主耶稣的见证 彼得说 亚伯拉罕 尼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拥有了他的仆人耶稣 今天 我们要思想彼得信息的第二部分 经文出自第三章十三节下到十六节 彼得说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示范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凡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为之事做见证 我们应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智人见证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至神在你们众人面前全掌好了 弟兄姐妹 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 第一 彼得指责犹太人一系列罪行 第二 彼得用不同表达称呼耶稣 第三 彼得为耶稣做见证 现在我们看第一方面 彼得指责犹太人弃绝耶稣一系列的罪行 第一 彼得说 你们把他交付彼拉多 你问彼拉多是谁 回答 彼拉多的全名是本丢彼拉多 在罗马第二正皇帝提比留奥古斯都统治期间 于公元26年到36年 本丢彼拉多正犹太省第五任省长 他是罗马皇帝在犹太省的最高权力代表 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都说 耶稣在本丢彼拉多的手下受害 你问 犹太人在什么时候将耶稣交给彼拉多 回答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被捕以后 就被带到亚纳的院子去受审判 审判完了就被带到该要法的院子去受审判 接着又被带到犹太人的公会那里去受审判 这三个审判从被捕的晚上到清晨 马可福音15章1节说 一到早晨 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 大家三亿要治死耶稣 就把耶稣捆绑 解去交给彼拉多 你问 犹太人把耶稣交付彼拉多的企图和目的是什么 回答 他们要彼拉多把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 使耶稣受最大限度的言行和毒打 受最大限度的修主技巧和最恐怖的死亡 所以他们把耶稣交给彼拉多 因为只有彼拉多有这样的权柄 第二 彼得说 彼拉多定义要示范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他 彼得以上的话有两部分 我们无妨看彼拉多做了些什么 犹太人又做了些什么 在马太福音27章圣经说 寻抚有一个常例 每逢至节旗 随众人所要的 示范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祭司长和长老挑说众人 求示范巴拉巴除灭耶稣 众人就说 巴拉巴 彼拉多说 这样 那成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定十字架 寻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定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稽于事 凡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流至义人的血 醉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在路加福音 彼拉多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 就送他到西律那里 西律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罪 把耶稣送回给彼拉多 彼拉多传奇了 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对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查出耶稣什么罪来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是放巴拉巴给我们 他们大声吹逼彼拉多 要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在约翰福音 彼拉多问犹太人 你们告知人是为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 知人做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彼拉多又对犹太人说 你们自己把耶稣钉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 但犹太人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 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这样彼拉多就将耶稣交给士兵 去钉十字架 弟兄姐妹 从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看到 使徒彼得说的话是真的 他说 彼拉多定义要示范耶稣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 弃绝他 第三 彼得说 你们弃绝那圣洁公益子 彼得这里指出 犹太人犯了极大的错误 因为他们弃绝的不是普通人 乃是那圣洁公益子 彼得说 你们弃绝那圣洁公益子 我要强调犹太人犯罪的严重性 因为圣洁和公益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 把这最根本最重要的弃绝了 这个国家还剩下什么呢 记得撒木尔记上第八章 犹太人厌弃圣父 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 如今他们厌弃圣子耶稣 就是第二次犯同样的罪 弃是犯弃丢弃离弃 绝是断绝 杜绝 拒绝 所以弃绝 是做决定过程中最后的决定 第四 彼得说 你们反求示范一个凶手 你问 犹太人要求示范的凶手如何 回答 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这凶手名叫巴拉巴 在城里是作乱的 是杀人的 是一个出名的囚犯 犹太人却要求示范他 这次我们看到犹太人 黑白混淆 没有是非公义颠倒 他们对耶稣的指控 全是出于嫉妒 第五 彼得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这里彼得坦诚告诉犹太人 你们犯的罪是不可思议的 是罪中之罪 因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彼得反复说 我们是靠他而活的 他是生命的来源 你们将他杀了 不就把自己杀了吗 生命的权源切断了 我们的国家还能生存吗 第六 彼得说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里彼得说 你们做了世界上最荒唐 最冤枉 最邪恶的案件 神却为他申冤 为他方案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是证据 想一想 历史上有多少人被处死 甚至有被误判的 神都没有出面干预 但在对待耶稣的事上 神干预了 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证明耶稣是清白无罪的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表明他与犹太人作对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犹太人是完全错误的 第七 彼得说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彼得的意思是 你们无法逃脱罪恶和罪行 因我们都活着 我们是这件事的目击者 父神与你们作对 我们也要做见证与你们作对 我们控告你们的罪行 弟兄姐妹 以圣彼得直辈犹太人的罪 是赤底的 他黑白分明 说该说的话 措辞恰当 简洁有力 句句击重目标 令百姓听了扎心 口服心服 不得不把头低下来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 在彼得以上的讲话中 他用两个表达称呼耶稣 第一 他是那圣洁公义者 这是耶稣的一个特殊名称 圣洁是没有丝毫污秽 没有任何黑暗 是光明美丽和重要 是神的属性 公义呢 公义也是神的属性 公义是公道正义 公义是没有任何罪恶 公义是真理的执行者 所以圣洁公义者 能使罪人畏惧 使无辜子安慰 圣洁公义者 能使社会安定 使国家建立 使国度永存 彼得在这里对耶稣的第二个称呼是 那生命的主 那生命主的意思是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源头 这是描述神的用语 在诗篇三十六篇九节 就讲论神说 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新约圣经用生命的主讲述耶稣 约翰福音第一章四节 指着耶稣说 生命在他里头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说 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耶稣是那 生命的主 是一个无以伦比的名称 耶稣是那生命的主 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想一想 耶稣若有权柄 有能力 有智慧 有学问 但他死了 埋葬在坟墓里 我们还羡慕他吗 如果耶稣能给我们 整个宇宙的金子银子 但不能给我们生命 我们所得到的要归谁呢 所以耶稣是那生命的主 与我们是最要紧的 我们的生命与耶稣连接 就能接出 累累的果子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部分 彼得在第三章十六节说 我们应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见赚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长好了 弟兄姐妹 以上彼得为耶稣做见证 彼得在这里讲述病人得医治的三个因素 第一 我们信耶稣的名 这里强调彼得对耶稣明智的相信 这是至关重要的 耶稣的明智代表他的所事 他是耶和华的救恩 他是尼玛内利神与人同在 他是生命的粮食 他是世界的光 他是羊的门 他是好墓人 他是复活是生命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是真葡萄树 第二 耶稣的名叫这病人得医治 成长不是别的 是耶稣大有能力的名 是耶稣宝贵无比的名 是耶稣给人安慰和盼望的名 第三 耶稣所吃的信心 这里彼得清楚说明 信心不是至高奋勇 信心乃来自耶稣 如同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耶稣也是信心的赋予子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彼得 要知道信耶稣的名极其重要 信耶稣的名 耶稣就开始工作 信耶稣的名 耶稣就会赐下信心 父神要透过自信心工作 奇妙的事 美好的事就要发生了 如同当年的瘸子 全长好起来一般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神要透过自信心 这句摩耀an可更奇妙 为我身着 说心底是谁 并且也神信 保守 我一切 说将不塌地 都全被 知到那日 Zither Harp